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2021年 我接到了习近平期讲话的翻译任务 我和六部的同事们 把讲话内容翻译场法语 在7月1日这一天 与中文同步推出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我为了翻译这句话 为了得到灵感 我找了一些国画 有山有水的听一些音乐 然后做了很多的方案 比方说做了一些浪漫主义的翻译 江山就是人民 在我们西方文化中 有一个完全对应的翻译 是一个拉丁语短语 Vox populi, Vox dei 人民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 用这样的说法 所有的法国人 甚至所有的西方人 都只要有一点素质 有点文化 都能理解 人民是至高无伤的 没有任何东西高于人民 但是你说我们把它翻译成法文的时候 然后这里就出现一个文化差异太大了 江山像这样非常中国的词怎么翻译 第一个是字面翻译 就是Montagne et Fleur 就是山岳和河流 第二是一个解释性的 解释性就是国家主权 比方说或者政权的合法性 它是非常抽象的 当然是具了很多江山的那种情感色彩 我要找一个跟它类似的 已经在我们文化存在的 那就是我说的Vox populi, Vox dei 这完全可以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反映的是一个有机的政治体制 也就是一个带领人民的这么一个政治体制 打江山首先是一回事 不断地去倾听人民的声音 这句话如果我们从一个政治理论来分析 像习近平在说 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我们的人民不分离 江山是人民 人民是江山 就像一个可以雕刻在人民大回堂的外观 雕刻这么一句话 它是代表一个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原则 党知道人民的心 通过说服人民 让人民就是赞同 然后带领 然后去做我的这个伟大事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